觀光谷跳水是要低階還是要逃跑呢? 那就要看它跳水跳的多深喔!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瓦倫,歡迎武征和胡來師 瓦倫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節目首先請大家幫我動動手指頭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看到了今天觀光谷跳水 現在是要低階還是說要趕快逃跑呢? 而且這些漲很兇人氣股馬上溃散了 好,這個觀光谷跳水之後 到底要該怎麼看? 其實就看到這個水跳多深 其實跳多深就代表它跌的多深 每檔股票都不一樣 但是因為觀光谷我常跟投資朋友提醒過 因為觀光谷它都是量小時候 你去買比較有利潤 等到量大一般都是主力落跑的時機點 所以我們是說你如果想要真的來做觀光谷 你不能以中長線去投資 而是以什麼?短線操作 好,那我們就來先看一下 今天比較弱勢的一些股票 根本就是一檔比一檔慘 對 這檔應該是最慘的 好,那個六幅等下還有更慘的 好的好的 好,六幅的話你來看一下 六幅的最大量的低點是20.05元 也就是說它不能夠去跌破 因為我們在錄影還沒收盤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收盤會不會守得住 那假設它收盤還是跌破 那你明天就不用看了 有任何的反彈你就先跑了 那就代表不對了 為什麼? 因為最大量的最低點就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被跌破就代表昨天買的那個 所有的人都被套牢了 那就不對了對不對? 要不然你還在漲回去的話 等於要把那個大量全部消化掉 那幾乎是不容易 尤其是現在這個盤 好,再來看比較慘的就是什麼 韓社 打到跌停板 老師這個股票代號我應該會是 打錯了 對,應該是2739才對 把他打成2379 因為太忙了 這手指頭不小心吐了一下 好,那韓社在這個地方要怎麼去看它 因為它雖然沒有去跌破這個關鍵點 因為它量跟 因為這兩天的量都差不多 所以它是以抓這個第一次出現大量的最大量 我們來抓這個最低點叫70.2元 但是你要去注意喔 今天是跌停板 就是說跌停板你根本就賣不掉了 所以明天會不會繼續出現這個賣壓 你就要看這個關鍵點70.2元 假設70.2元盤中跌破 想都不要想先砍再說喔 因為像這種所謂的這個賣壓 非常的沉重的這些個股 那就會出現跌停嘛 是 因此這個賣壓如果在宣洩的時候 基本上不要伸手去接刀子 很危險喔 好 那再來呢 第三檔股票呢 就是華元 華元在這個地方就是它的最大量的低點 也是在昨天的25.25元 那會不會鎖得住呢 因為我在錄影的時候 它是有拉回來喔 那可是收盤有沒有我不知道 要等收盤之後 假設真的守不住的話 你隔天就要趕快賣喔 會比較安全 因為我覺得觀光股最多最多啦 就是在昨天的高點 的附近來回高檔震盪 這就是最好的狀況 應該不會再一直往上噴了啦 我覺得因為昨天是全部的觀光股噴出來喔 那一般的族群喔 一個類股全部一起漲的時候 你要記得 很有可能是已經是最後的煙火了 晚輪講對了喔 如果一個類股 它只是梁山黨在漲 輪漲 那代表還有行金 但是是整體噴出的時候 一般來講都是最後的煙火 這個你要去注意 那昨天觀光股就出現這樣問題喔 所以今天為什麼出現全部幾點 這個是很容易可以理解的喔 因為代表市場過度瘋狂 好 再來就是雲品 雲品在這個地方的話 之前的最大量低點是93.4元 也就是說 它今天收盤應該不會跌破 也有可能跌破 但我不知道等收盤之後再說 但是感覺好像比前面山大好一些些 對它比較強一點 因為它畢竟的量也比較大啦 因為就是代表是人氣之所在 那因此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得到 只要最大量低點沒跌破 還有機會 但是我說過喔 這邊頂多就是在什麼 昨天的高點在附近震盪 這已經是最好 不是最差是最好的狀況 因為剛才已經講過了 昨天的觀光股的全面噴出 就像剛才婉倫所提到的 那就是最後的煙火 這是我個人操盤的一個經驗 那就分享給你 那至於你相不相信就在於你了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跟你分享到這邊囉 謝謝胡子老師提醒 也記得加入胡老師 謝謝LINE跟Tagran 財經集團 我們下回再會 掰掰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馬上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到實地操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你才收看 讓你賺經第二份薪水